体育话报 在联盟中的地位 而稍显尴尬的是 排在第二的杜兰特 也是连续六个赛季坐在这个位置上了 看来想摆脱千年老二的帽子 杜兰特还需要再努力 以下位体育话报排出的联盟前十的具体排名 10 吉米巴特勒几掉 欧文 乔治 莱昂纳德等超巨座在这个位置 就注定了巴特勒要承受争议 但是上赛季率领森林郎自2004年后 首次回到季后赛 他就值得一个前十的席位了 9 乔尔恩比德或许 现在把他排在这个位置还有点早 但是恩比德已经向世人证明 健康的他 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大鸽子 我们相信他的过程 8 克里斯保罗保罗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上赛季他终于打破了西绝魔咒 同时 有无保罗的火箭明显就是两支球队 他的作用不容忽视 7 拉塞尔贝斯特布鲁克 把威少放在这个位置或许有点低 他的数据依旧拟贴 但是他必须要证明 他不仅仅是个数据耍子 他可以带领球队走得更远 6 杨尼斯埃德托昆博 我们的希腊怪物终于成为了一 个真正的怪物 他的投篮和运球还需要精进 但是他已经在兑现了恐怖的潜力了 5 安东尼大维斯联盟中 没有人比他在公榜两端 做出的贡献更加稳定 是的 即使是章姆斯或者杜兰特也不行 下赛季的浓眉 或许会打出一个历史级的赛季 4 詹姆斯哈登场均 30.4分54篮板 8.8助攻 上赛季的哈登交出了一份 无法再完美的成绩单 他也终于在29岁的时候 拿下了MVP 但是他必须证明 他可以打印仗 3.4地分库里上赛季 库里拿下场均26点4分51篮板61助攻 不仅如此 投出50加40加90这样的命中率 拿下总冠军 甚至都已经让人们习以为堂了 作为勇士王朝的地基 他是勇士最不可或缺的那个人 2.凯文杜兰特上赛季 杜兰特获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以及第二个FMVP 他还只有29岁 虽然场外的声音对他依旧不友好 但是他就是当之无愧的联盟第二人 1.勒布朗詹姆斯却是一个毫无悬念的排名 詹姆斯的影响力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篮球运动员 可以达到的高度了 他成为了社会名流 他还是一个好的父亲 他还是一个慈善家 少赛季33岁的他能应生生地凭借一己之力 带着骑士杀到总决赛 新赛季 他去了LA 他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统治力 他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统治力